今天有不少台灣藝人去大陸參加 成風破浪姊姊第四季 最後是由Ella拿下冠軍 陳一涵也特別在微博發我回顧 感性寫下畢業了 滿滿的回憶滿滿的不捨 整理手機裡的相片 那思念定格 我會永遠記得2023的這個夏天 而她也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並透露自己成風之後 最想做的事就是游泳 不用怕過敏 不用趕時間 在水中自由自在 想念挖鏡和泳冒痕 同時也曬出三張自拍照 但沒想到其中一張照片 陳一涵罕見的要起瀏海 直接露出光秃秃的額頭 超高的髮技 先讓大批網友驚訝直呼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清潮人 這額頭也太高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